KMZ和KML档通常是由Google地图或Google地球建立的。 Garmin Connect不支援此档案类型,需要先使用Garmin Explorer进行转档。 本片会使用iPhone搭配Safari浏览器,以及Foreigner 965。 为了方便说明,假设我们想要参加这场马拉松, 我们发现官方有提供路线,但它是一个Google我的地图, 如要将它汇入Garmin Connect,我们需要先下载路线档。 点选全萤幕图示,在新分页中开启它。 请注意,在浏览器中才能下载路线。 如果您的手机自动在Google地图App中开启它,请改用私密浏览模式。 然后,点选路线名称。 三点图示。 下载KML。 确认。 接着,到浏览器上的Garmin Explore网站。 点选两线图示。 地图。 关闭侧边栏。 点选汇入图示。 汇入乘航机。 选择是否要新增至收藏。 下一个。 选择档案。 汇入。 接着,打开Garmin Explore App。 点选资料库。 航机。 选择我们刚才汇入的航机。 点选分享图示。 找到Garmin Connect并点选。 Garmin Connect会自动开启。 选择路线类型。 储存。 为路线命名,然后点选完成。 此路线已在您的Garmin账号中。 点选传送至装置图示。 选择您的Garmin装置。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此路线了。 进入您的活动。 按Up键。 导航。 路线。 选择我们刚才传送的路线。 然后,按Start键。 开始路线。 现在,路线已载入。 开始您的活动,让Garmin为您导航。 以上是本次教学。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